花坛身影 园丁利用草花布置花坛 草花艳里花旗短 便轮番更换 香水百合的篱瓣 越暖越开 花黄了 香腐了 有大理花接替 吊中花越来越低垂 三色锦汉雏菊 上阵夺目 还有立格海棠 还有枫林草 海鱼 园丁像彩粉酿蜜的工风 在花谱之间忙碌 低着头满手湿泥 不知他们在拼花配色时 做了什么样的讨论 香水百合是刻意种在暖浸上吗 深色锈球花 要搭配有黄绿嫩叶的金鹿花吗 雏菊 要绵延在崖上 遥望着远山吗 非洲凤仙 蜿蜒在凤凰墓的书印下 薰衣草 像紫雾那样 已立在幽静边 另外 在两棵大张树之间 朝阳眷顾的碧音上 布置了一棵浑圆饱满的心 都是玉金香 那是谁的偏爱 去年的雨中 散下流影的是 京洁的雪瓣 和青桥的鹅黄 让人联想到 开幕典礼上 献舞的花仙子 今年的心 用的是赤裂的红 花瓣透着光 交叠出新型的影 花里尽是小风 那些埋头工作的园丁 是不是也像风群 滴滴续续 花坛上的玉金香 那样的 该是哪一种心事呢